专业小组在屏东、桃园及台中等地进行搜索 由于有跨国电子票券公司发现 大批信用卡异常下单购买礼券记录 金额高达300多万元 之后陆续有银行及被害人向该公司反映有争议款项 及信用卡遭盗刷的情况 因此向刑事局报案 专业小组搜证后展开三波查气行动 供逮捕科兴祖贤等17人 并查扣SIM变换器 犯案手机SIM卡 犯案用车辆、电脑及知名精品等张证物 不乏所得出估超过新台币600万元 新专业小组深入追查 发现该集团先假冒政府机关或是公民事业 分别以ETC、自来水费、停车费或是发单未缴等理由 发送短网址简讯 骗取民众的信用卡资料 在与被害公司网站盗刷并变卖账物 本案经报请台中地检署及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 连续执行三波查气行动 共计查或犯写17人 查购方案用猫池、手机、SIM卡、电脑、车辆 在追查过程中警方也发现 这个诈骗集团还会利用俗称猫池的SIM卡变换器 用一只手机操控多个门号 同时扮演买家及卖家在进行假交易 骗取电商又会差额 这个商城是推出了一个满签送满的SIM活动 那办显示一人分之两角 既是买家也是卖家 那他是透过假交易的方式才取得这个补助 当商城确定这些交易都完成之后 会将这个差价就是100块的补助提供给这个卖场 那其实这个嫌犯既是买家也是卖家 所以他会取得这个差额的补助 那我们初估他大概犯罪期间获利有30万左右 警方已经将全案一涉嫌诈欺伪造文书 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 刑事局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国人接货来路不明的简讯一定要先进行查证 尤其需要输入个人资料时 更应该格外谨慎 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咨询 也可以就近寻求警察机关协助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